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崩帖最新混沌回忆攻略 花火口碑反转 崩帖和Fate 新帖联动讯息 新本领克玩家有13000家星穷 2.5-2.6卡池复刻角色曝光 召唤大拐登场 警员直接起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崩帖全新一期的混沌回忆 也得到了更新 这次混沌回忆刚刚上线 就吸引了玩家们的积极尝试 我对目前上半期的最优解 进行了总结 发现刘盈所带领的超级破队 表现出色 刘盈在本期混沌回忆中的表现 非常亮眼 尤其令人称赞的是 作为2.3版本新登场的角色 她能够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 而且刘盈的队友林莎 在后续还将进一步提升 超级破队的强度 目前下半期 主要有两种阵容选择 首先是由黄泉带领的直商队 他们在本期混沌回忆中的表现 相当不错 他们能够迅速击倒怪物 给玩家带来出色的成绩 同时 一些玩家看到本期混沌回忆中 存在物理弱点 便想尝试使用克拉拉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本次混沌回忆中出现的酒杯怪 由于克拉拉的反击 无法触发酒杯怪的持续伤害效果 因此 在玩家们不打算抽取云利的情况下 建议携带拖帕 以便更轻松地对付这些怪物 最后来谈一下卡池 登铁运营至今 已经推出了许多角色 而同鞋角色 一直以其保值率而著名 即使是像布洛尼亚这样 在开服时期发布的角色 现在仍然可以在某些阵容中 发挥出色的作用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近期网络上对于角色花火的评价 却大幅下降 许多玩家表示 花火在各种队伍中的表现 远不如之羹鸟 但是 我对此持不同意见 虽然在团队争议方面 花火的表现 确实不如之羹鸟 但是花火 作为目前唯一一位 能够补充战绩点的角色 具有独特的存在意义 我希望各位玩家 能够理性看待网络上的讨论 在2.4版本中 即云立和娇丘的卡池 许多玩家表示 他们计划好好储备原石 对于一些新手玩家来说 他们可能没有太多高输出的角色 然而 在即将到来的2.5版本中 飞骁将登场 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角色 不仅颜值高 战斗力也很强 因此 很多玩家纷纷留言表示 想要抽取这个角色 在2.4版本中 林克玩家最多有83抽 这意味着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储备原石 你将有足够的机会获得飞销 此外 到时候 飞销还会有一些大版本活动 和迁到十年的机会 因此 作为玩家 你应该提前做好计划 另外 还有关于黄泉的复刻消息 在论坛上有提到 黄泉角色 预计在2.5版本进行复刻 但在2.3版本中 发布了相关消息 然而 随着2.5版本新角色力会的发布 黄泉很有可能会延期到2.6版本 如果黄泉在2.5版本中进行复刻 对于许多玩家而言 将会承受巨大压力 因为林莎是流营的队友 所以拥有流营的玩家 肯定会想要抽取它 而飞销的实力也非常强大 因此 后续想要玩输出职业的玩家 自然会选择抽取飞销 这样一来 黄泉很可能会被推迟到后续版本 最后 据大佬透露的消息 星铁将与Fate展开一次联动活动 根据消息 这次联动将在明年夏季登场 而且据说会在一个全新的星球上展开 台面将会非常豪华 尽管这次联动还有一年的时间 但这并不能阻挡玩家们的热情 一些玩家计划在2.5版本 抽完飞销和零沙后 直接开始储备资源 以便明年联动上线时 能够参与其中 开拓者为了自己喜欢的角色 而采取这样的行动 可见他们的热情 根据过去的联动活动经验 说不定在这次联动中 还会有免费赠送的四星角色 这更加增加了玩家们的期待 星穷铁刀2.4卡池 越来越近 两位新五星角色 云黎 娇秋即将登场 除此之外 两大人全卡辅助角色 霍霍 花霍也迎来了首次复刻 各位开拓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2.5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 有关于2.5卡池的三位新角色 官方已经公布 分别是 飞销 灵莎 莫泽 其中飞销 灵莎是五星角色 莫泽是新四星陪跑 三位角色立会一放出 也是引起了玩家们的乐意 比如飞销的立会和PB中的形象有差距 灵莎和隔壁的女角色如出一则 就连莫泽都像集了隔壁掘驱灵的哥哥 而说起2.5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 也是迎来了大反转 已知的是2.4卡池复刻的是霍霍 花火 除去这两位后 最久未复刻的角色也就剩下希儿 任 真理医生 卡弗卡 黑天鹅等角色 其中复刻过一次的角色除去外 也就真理医生 黑天鹅 黄泉这三位最长时间没复刻 加上前段时间的消息来看 2.5复刻角色大概率是1.6之前 一次没复刻过的真理医生 和2.0之后的黄泉 黑天鹅则是大概率在2.6及后续卡池登场 除此之外 有关于2.6及后续卡池角色的安排 就最新的消息来看 罗斯姑母 星期日后续还会有剧情 不过时间比较晚 同时后续还会有召唤物大拐登场 据说是召唤体系的核心 属于必抽卡 对于警员的提升比较大 不过版本跨度比较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